輕鬆聊時事 歸邪談政治 歡迎收聽子餘生活234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大家好 歡迎來收聽今天拜託的子餘生活234 我是節目的主席人南豬如 今天我們來繼續跟大家分享 關於非洲豬瘟的議題 最主要就是其實我們跟很多其他的節目 包括主流的新聞頻道這些媒體 也都是非常積極的在用我們的管道 來呼籲大家一定要一起來共同的防範非洲豬瘟 包括他的整個防疫的措施也都有跟大家在強調了 最簡單的跟肉有關的全部都不要帶進來 這樣最保險 那麼接下來就是一個變成了 從防疫衍生出來的一種社會文化的問題了 因為所有的台灣社會發生的這些重大的議題 他其實都會因為我們台灣社會的這種文化的互動 然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說討論 那這種東西它其實對於了解我們自己 就是你的同胞在想什麼 或者是說我們整個台灣社會的文化 去了解它是有一個很有價值的參考的意義 但是有價值它不見得是一個正向的評價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發現在這種重大的社會議題的發展過程中 然後就會有一些想法 或者說有一些說法 它是值得我們好好去思考說它到底有沒有道理 又或者是說這樣的一種想法 它會不會反而使這個事情變得更糟糕 舉個例嘛我們之前就有跟大家報告過 在非洲豬瘟還沒有像現在變成全民共識的時候 當時其實是還有一些這個媒體的頻道 或者是說一些所謂的網紅啊 他是在很刻意的在帶風向 帶什麼風向 就是說什麼豬瘟沒有那麼嚴重 不要因為這樣就是加強對中國的防範 這個都有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之前還沒到那麼嚴重的時候 那麼後來整個事情爆發 像現在中國 它不只是原本那個淪陷的省份陸續的增加 而且它最新的幾個淪陷的省份 包括這個福建 包括廣東 這兩個都是對台灣第一線的中國的省份 而且廣東中了之後就代表什麼 下一個地方 就是香港 因為在這個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啊 那其實香港它跟整個中國本土它的接壤就已經越來越便利了 所以包括香港澳門 因為它會有很多新的新的新的相關的殘留物 透過這個方式去傳染到那些 就是可能還沒有得到這個珠瘟的這些珠之身上 然後就一個一個的爆開了 那在下午的新聞也有出現說 連貴州都開始要這個中獎嘛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就是說 整個珠瘟的疫情是一路延燒過去 那我們台灣就是因為還好有一個台灣海峽隔著啦 那麼也因此呢 就是進來的管道是有限的 就是比面比較正規的 像這個空運啊海運啊 那當然有些非法的 那個就是走私的 就還是要加強的茶器啦 因此呢 在現在引經變成是全民共識的情況之下 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 那些想要去帶風向的媒體 就引經也知道風向不對啦 不能再帶下去了 不然就會變成非常突出的一個標的物 要去抓了 抓什麼 就是我們節目之前跟大家報告的 非洲珠瘟是一個全民共識的議題 它關係到我們養豬產業750億的產值 如果到了這個時候 還有特定的 例如說政治人物也好 網紅也好 媒體也好 是把所謂的中國擺在第一位 然後呢去跟你說 啊不要那麼擔心 還是可以加強往來 大家兩岸繼續的共處加強交流 這個就是台灣養豬產業的敵人 這個也是台灣的整個經濟產業的敵人 750億 這絕對不是一筆小數目 而且我們已經等了20年 我們的台灣豬 終於可以再次的出口外銷了 這20年的努力 不可能就這樣毀於一旦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最關鍵的時候 雖然 這個非洲珠瘟啊 你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敵方的軍隊 已經瀕臨城下了 已經打到廣東了 打到福建了 在過不久我看大概香港澳門也都準備要中獎了 可是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還是要繼續堅守到最後一刻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是為了捍衛我們自己 國人同胞的產業 跟我們國家的經濟 所必須要堅持到底的這個意志啊 考驗著我們有沒有這個堅強的意志 可以捍衛到最後一刻這樣子 那麼呢在這個過程之中 這個隨著政府它開始提高了罰則 而且媒體也開始去加強的報導之後 那當然 就是說 已經變成是全民共同的話題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欸 就出現了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 什麼現象 啊 開始有一些那個消息出來說 有些被罰的人就是說 我不知道 我沒有接收到訊息 要不然就開始哭 說啊 那個罰太重了 吃不消 然後呢 最新的就是說 還有人說這個自己不是智 然後呢 不知道這個狀況 竟然來被抓包 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樣的一些零零種種 這個 尤其是以這個 警大的那個葉玉蘭那個教授 他的那篇臉書文 算是最經典的代表 叫什麼 叫做 宿諸感性 叫做宿諸弱勢 要去喚起那個 哎呀 他好可憐的 這樣的心情 然後呢 做什麼 去引導說 是不是不要放他那個罰那麼重 或者是要不要給他網開一面 不要罰 那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基本上就是 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考驗我們有沒有堅持 這個意志到底的這個時刻 因為人齁 有的時候總是比較 這個 感心一點 比較脆弱一點 那有的時候看到 那個粗粗可憐的模樣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那個側隱之心就開始跑出來了 想要去 這個 這個做 這個善事 是吧 那昨天的節目 我們有跟大家報告過 套用這個社會學的一些基本概念 你沒看到的東西 就代表不存在 當這個人活生生的跟你在那邊哭 說我好可憐的時候 他這個活生生的存在 就會對你的想法產生了互動 因此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就是個很好的去檢驗的這個時刻了 為什麼 我們一個一個的去把一些內容相關的這個元素 給他來分析 第一個 第一個 好 他很可憐 那是他造成的結果 去讓你的這個心情產生波動 產生影響 可是呢 我們來設想一下 聽眾朋友 您應該都有這個出過國的這個經驗 或者說坐飛機 那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我相信 有一些這個電影的影集 電視的影集 這些也都是會有這個相關的這個橋段 那麼呢 一般來講 就是當我們從國外搭機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那麼你就會在這個回程的班機上面 首先即將入境的時候呢 就那個空姐空少 他就開始在那個到在你的身邊誰誰啪啪走 問你說那個入境表格有沒有需要 中華民國台灣入境表格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會開始做相關的政令的宣導 例如說 在這個進到中華民國的領空裡面呢 販毒最高可以判死刑 巴拉巴拉的 這是一般正常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說在這個進到台灣境內呢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啊 賣販毒啊 什麼運送槍械這些 那麼在現在非洲豬瘟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航班一定也是有加強在廣播說 因為現在這個非洲豬瘟的情況嚴重 所以請各位旅客 務必不可以攜帶 生鮮肉類產品 或者是跟肉類相關的製品 進到台灣的境內 飛機上一定有廣播 而且這個廣播呢 不只是中文啊 他還有英文跟台語啦 像長龍航空 他都是以台語為主的 所以 你能夠去接受 有人說 啊我不知道啊 這個理由嗎 我相信這個某種程度上 他很難成立啦 對不對 如果說他因為自己這個 可能過去成長經驗 使得說這個在 適制方面是比較有一些問題的話 但是至少他可以跟人家溝通嘛 他聽得懂嘛 對不對 像今天下午傳出來的這個新聞 那個 這一位 自稱說是這個 不適制的 這一位這個 當事人 他還是可以用智慧型手機打電話 所以 至少他聽得懂 對吧 而且 不只是在飛機上 你進關之後呢 他也是會經過這種 所謂的防疫的櫃台嗎 或者之前 那麼你在通過的時候 他也是都會問你 就是說 有些宣導說 不可以戴 如果你有戴的沒關係 你還有主動放棄的機會 這是一個 那麼呢 你在過了 像這個 以小港機場為主好了啦 我們來做個例子 你在過了那個防疫的 那個過關卡之後 你在那個蓋了 那個護照章的海關 進去 然後你會領行李 是吧 領完行李 你還有最後一次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在領行李的過程之中 啊 那個米格魯沒有出來工作 或者是說他剛好在休息 或者是說那個 呃 行李太多 所以 行李沒有被檢查到 最後一個關卡在哪裡 就是 你要出關之前 你還是會經過海關的申報櫃台 它有兩個嘛 一個是你要申報的 例如說你帶了超過多少錢的產品 或者是說那個是有問題的這個東西 你就要走那個通道 如果說你覺得你的行李什麼都沒有 OK 你就走不用升官的通道 不用申報的通道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像非洲豬瘟現在這麼嚴重 政府一定都是加強在那個 不用申報的通道去做抽檢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看哦 從你上飛機 下飛機 過關 一直到最後領行李 要出機場 那個門的那個那一瞬間 有多少到的關卡 是不是 那這些關卡都是一再提醒你說 你有帶 你就請拿出來 你主動放棄 主動申報 你是不用去吃到這個罰則的 所以呢 唯有在你一直堅持 你就是不要申報 你就是不要拿出來 你就是要跟他硬闖的情況之下 你才有可能會被政府抓到了 才有可能會被罰錢 所以在這個邏輯下來 一看 請問一下 你被抓到的時候 這個如果有人被抓到 然後在那邊說 我不知道 我很可憐 巴拉巴拉的 這個是可以構成就不罰他的理由嗎 不行的 是不是 因為在整個過程之中 都已經有進到了告知他的義務 不管是用廣播的也好 用貼海報的也好 或甚至你看 之前大家不是手機簡訊都還拿到那個 那個訊息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就是說 在這麼樣的鋪天蓋地的訊息的宣傳之下 不能用我不知道當成理由 是這樣子的 而且特別是從中國回來的這些航班 他是一個重點航班的宣導的區域 因為現在非洲豬瘟在中國是最嚴重的 所以在這些脈絡之下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背後那些東西 因為說句實話 看到有人在你的螢幕前面哭 這個是最直接的情緒的感受 但是在他哭之前那一整套過關的流程 那我相信是相對可能比較沒有感覺到的 甚至說沒有經驗到的 所以就會才會覺得說 在那個當下那一瞬間 你的情緒會被勾起來 說他好可憐喔 是不是就不要這樣去 對他太多的要求 那我必須說啦 同樣的 如果說他因為被罰20萬很可憐 那我們就反過來看另外一個部分 好 東西如果真的給他偷渡進來的 造成非洲豬瘟在台灣出現的 那麼再一直強調 751的產子可不可憐 相關的養豬業者可不可憐 我們的整個國家的經濟可不可憐 那這些可憐 那個偷渡的人 他賠得起嗎 所以如果他是執意的要把東西帶進來 兩條路嘛 你要嘛被罰20萬 要嘛你賠750億嘛 哪一個比較可憐 是吧 二選一 當然是20萬就相對來講 從經濟理性的判斷來說 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對不對 而且這個20萬 他就是一個嚇阻的效用 不分 不管你是處於什麼目的 處於什麼理由 因為我們一再強調 事情要看的是結果 他造成的結果 如果是這麼嚴重的話 那20萬他真的只是一個 還OK的數字而已 所以再次跟大家報告 非洲豬瘟真的很可怕 然後千萬不要因為 就是說可能看到了一些 比較可憐的場景 或者說一些 這個眼淚比較泛濫的這些畫面 然後就去想說是不是要放寬 或者是說網開一面 這個通常就是會造成整個千里之 就是千里之體溃於以穴的關鍵點 大家想想看 一道一千里長的反岸的堤防 原本都很堅固 但是就因為一個小小的地方 被螞蟻鑽出了一個洞 結果那個水衝進來 就整個爆掉了 另外一個比較鮮明的例子 只是電影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世界Z戰 這個世界之戰 就是這個布萊德比特 他不是就演那個活屍片嗎 有沒有 他要去那個去找那個疫苗 後來找到就是說 往自己身上度 那個重症的病患 的那個病毒 活屍就不會來找他的那部片 那一部片過程有一個橋段 非常的經典 就是他搭著這個飛機 就是進到了這個以色列的境內 因為當時以色列就是整個國家 他都是應該說城市為主 就是他到了那個地方 是有用高的圍牆 給他整個圍起來 然後裡面的是相對安全的 那麼當時候呢 就是有一批接受一批難民進來之後 哇那些這個難民就很高興 那麼就開始在裡面 就是唱歌跳舞啊 就非常的大聲 不得了 原本在外面移動的活屍 他們是靠著聲音去做反應的 大家就是聲音還沒有傳出去 所以就還好相安無事 可是就因為裡面的這些人 就是他開始去製造出比較大的聲音 比較大的這個音樂 被活屍聽到了 那這些活屍就全部針對那個點 衝衝衝衝衝衝 哇變成了非常高的人牆 等到開始有活屍準備要翻進來 然後城牆上的守衛 注意到事情不對的時候 要開始反擊 已經來不及了 瞬間那座城市就整個 被這個所謂的 那個被佔據了啦 那布萊德彼特也就只好趕快 是閃人了啦對不對 就變成一個故事的橋段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千萬不要 因為一時的疏忽 甚至說是一時的 好像看到了很可憐的畫面 就想說要去放鬆這個警戒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跟大家報告 那第二個我們要來做一下 這個 呃這個 名偵探柯南怎麼講 因為自從那個在大阪關係機場事件 放謠言的那個台北大學的學生被找到之後 這幾天又變成了是一個新聞的焦點 但是在關於大阪的這個前處長 他的這個身亡過之後的一些發展 開始出現一些跟原本的 喔那個 脈絡不太一樣的這些狀況 這蠻有趣的 那其中一個很值得去關注的點 就是說 欸 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家屬的聲明 是說 遺書只有家屬看過 喔 那這樣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話就等於意思就是說 除了家屬之外 其他人 其他有宣稱看過遺書的人 好像都有點 好像不是那個說實話嘛 或者是說 可能有些杜撰的這個印象出來對不對 所以 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怎麼樣 要把整個事情 他從頭到現在的整個脈絡全部串起來 這樣子你才能夠去找到其中一些 比較有趣的 或者說比較詭異的蛛絲馬跡 在這個 目的之下 我們並沒有要去任何對任何人去做一個 道德上的評斷 我們要先強調這一點 那麼 因為看到這個所謂的 遺書只有家屬看過 這個聲明出來之後 那我就印象中 其實這個跟當初的發展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大家對當時候 九月多的發生的事情 有印象的話 那大概可以知道一件這個狀況 就是在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那當時我們的主要的來源是 從日本報道來嘛 NHK NHK 這個日本放送協會 他的報導裡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的記者去採訪的時候 明明白白的提到說 有遺書這個東西 而且他還知道遺書的內容 所以你看 日本的記者他知道遺書的內容 是跟 就是這個所謂的壓力大這件事情有關 那麼又對照書現在最新的說法是 家屬的聲明說 遺書只有家屬看過 是不是就開始出現了一些 聲明上的這個落差 那再回過頭來 就是在九月中的那一段期間 那我們繼續去查 因為我自己是對日文的理解只有在一些影片的程度而已 所以我在找到日本的報導的時候 我是請我另外一個懂日文的朋友 跟我一起協助這樣子 那我就找到當時候日本的NHK 他報導的原文 那裡面的原文經過翻譯 它的意思是說 日本的記者 他在這個進去採訪的時候 就說訪問了我們外交單位的人員 然後根據那個相關人士 透露給記者說遺書的內容 是不是現在這個就有一個出路的狀況了 日本的報導說有遺書 而且也報導出遺書的內容 那這個遺書的內容是 當時候在大阪這邊處理相關狀況的外交部 我們的外交部的人員 去跟日本記者透露的 那日本記者再把它寫成一個報導 那結果現在家屬這邊發出的聲明說 遺書只有家屬看過 所以這中間的關鍵環節在什麼地方 答案是外交部的人員 我們必須要設想一下 因為今天假設我們是個原本 是在台灣的這個家屬 那麼沒有辦法知道在第一時間的情況 第一時間的情況中 那個遺書到底有誰看過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拿到這個文件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入為主的 或者說比較容易會去接受說 把這個文件帶給我們的 那一個承辦的人 然後跟我們說了一些事情 那假設說這個外交部的人員 設想是跟這個家屬說 這個文件 這個遺書 是我們外交部都沒有動 是只有這個給家屬看 那是不是我們就比較容易去相信 這麼一個說法 就是說 哦原來是只有我們家屬才看過 因此那個聲明才會寫出說 只有家屬看過遺書的內容 可是你對照在9月14號15號 那前後整個日方開始出來的報導 同樣也是我們的外交部去傳達出 哦有遺書的內容這件事情啊 所以這兩相對照 是不是關鍵 其實是出在外交部的內部這個身上 那對照 包括現在蘋果日報的一些這個獨家的報導 又或者是說一些各方評判的說法出來 其實現在有一個很妙的現象 就是到底是外交部的哪一個相關的這個單位 哦因為處理日本的應該不難查啦 所以那個部分呢 又毛頭指向說有一級主管的這個職位存在 所以基本上來講 事件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必須要從外交部的內部去把它吵出來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是建議各位就是說 呃現在的一些這個媒體的報導 那也有蠻多的揣測 我們可以先稍微等一下 等這個事情有進一步的發展之後 或許會發現說現在的這些揣測 然後跟後續的發展 又開始出現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發展 這個是很有可能會出現的現象 好那這個第一段的節目呢 在這邊我們先休息一下 像風東的威爾江也是因為一氧化彈理論來產生的 正宗穆拉德一氧化彈 全新商品 全新組合 八大罐送四罐 只要兩千九百八十塊 今天加碼一千塊 還送一罐六十粒大罐增 搶購專線 零八零零三九九五九九 空八空空三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零一八屏東聖誕節 遇見下雪的屏東 取一個浪漫粉紅聖誕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 將有浪漫的冬季雪花紛飛 假日有泡泡表演 聖誕老人快閃發送韓國 以及送聖誕彩彩祈福聖誕球活動 由你一起來屏東感受粉紅聖誕節 詳請請向屏東縣政府官網查詢 世俗都變 人生無償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 需要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開放文 我們要睡前開放 開放讓自己的完成在住 做生我們的心來會更平靜 變悔自己的結婚 空氣三三五 數二三三 好的菌 讓您健康舒暢 壞的菌 讓您病炎炎 米蘇青 寡糖液菌 給您維持一身輕盈的體態 沿雪十一株複合式活菌 維持健康的體質 幫助消化 排便炫暢 調整體質從小開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現在 民宿清 寡糖液菌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 0809 092 898 快樂台灣 精采武漢 快樂聯報榜 歡迎回到 紫瑜生活234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陳紫瑜 剛剛我看到我的朋友 分享的一則訊息 跟非洲豬瘟相關的法緩有關 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台灣現在針對肉類製品 帶進來 最低20萬起跳 感覺說 哇 怎麼這麼貴啊 肉會痛 心會痛 可是 國外的經驗是怎麼樣的 我這個朋友他就分享 像澳洲 澳洲 這個地方 它對於帶入境外的動植物 也是非常的敏感 那它們最低的法緩是什麼呢 答案是 42萬的澳幣 42萬的澳幣 換算成台幣是什麼 916萬 要許我 最多可以給你關10年 而且你還有刑事的前科紀錄 哦 比較起來 讓台灣緊張是很善良的啦 對嗎 但是不管它罰多少 重點是什麼都不要帶進來最安全 再一次的宣導 那這段節目齁 有一些想法要跟我們的聽眾朋友 來做個報告跟分享一下啦 那就是說 常聽我們節目的聽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 我們絕對不會去迴避自己的立場 也不會裝作自己是這個 就是什麼客觀之類的 我們就是根據我們所主張的一些想法 然後針對這個想法來去 對事件的議題去做一些評論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評論節目應該要有的現象 那有趣的地方就來了啦 就是你要去評論一個事情 你一定要有一個拿去評論的一個基準點 對不對 那在我們的立場 就是所謂的台灣主題意識嘛 這一塊 那麼呢 這個東西它就是一個什麼樣 它其實就是一個你對事情的觀念 它的一個判斷點 那這個觀念它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呢 這個判斷點的建立齁 就是從一個比較正常的發展來講 是這樣子 它跟你的生命經驗有關 例如說你從小到大 你可能接受過的教育 那你可能在生命的各個階段 遇到一些人事物的一些相互的互動跟發展 然後漸漸的漸漸的讓你成為了現在你的樣子 也就是說 你的思考 或者是說你的一些這個想法 它是會根據你的過去的經驗累積而成的 那麼呢 那這樣的一個累積 它其實會有一些比較突出的特別的狀況 就是說可能在人生中遇到一些重大的變故 使得你原本的人生觀產生了非常大的改變嘛 例如說可能以前 是個非常拼命三郎 哪裡有錢賺就哪裡往哪裡衝 可是呢 後來發現說 怎麼因為 為了太過執著於賺錢 所以可能家庭關係不好啦 或者是說 為了賺錢 可能不小心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車禍啊 然後在醫院可能躺了三個月 躺完之後發現說 我的人生真的要這樣嘛 然後接著 你的人生觀整個就改變了嘛 變得比較 因為這個可能是學佛啊 比較安和啊 或者是比較 那個注重跟家人的這個互動這樣子 所以說人生觀是會改變的 那也會因此去影響你對事情的看法 那麼呢 人生觀或者是說這個事情的看法 它是什麼東西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剛剛提到這些單字 可能大家都還不會有一個所謂 好像被戳到 或者是說去 這樣覺得說 欸那怪怪的 這種感覺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用的這些字詞 它是刻意選擇過的 去挑那些比較沒有帶來敏感性的這個字詞 不管是你是說什麼人生觀啊 什麼那個對事情的看法啊 評斷的標準啊 這些其實都等於 一個詞 四個字 叫做意識形態啦 是不是 意識形態 這個在台灣的脈絡 已經被搞得太莫名其妙了 好像提到說意識形態就是 哎呀 落策啦 哎呀 髒髒啦 哎呀 你不公正 不重力 不客觀啦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的氛圍 跟那些媒體 主流媒體 一天到晚去對你的一個 一個一個 所謂的 影響啦 所以搞到好像意識形態變成 跟那個那個 插你插插插那樣的等級的 髒話 你知道嗎 可是實際上來講 意識形態 它是這樣子嗎 不是耶 那這個 跟大家來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意識形態 它是從 英文翻譯過來的 英文叫什麼 英文叫 意識形態 大家可以去查那個單字 好像是 I-D-E-O-L-O-G-Y I-D-E-O-L-O-G-Y 那麼呢 對英文有了解的聽眾朋友 一定就知道 哎 這個字 不是一般的單字 一起來 專業的單字 為什麼 你看到英文單字裡面 它通常有的時候 會有出現一種結構 這個結構叫做 它前面的字根是什麼 就代表它有什麼意思 例如說 以A開頭的 它可能就是 非 不是的意思 例如說Normal叫正常 而Normal叫做不正常 像我的這個名字 假設說叫知欲 而知欲 就是不是子餘的意思 或者是不正常子餘的意思 大概是這樣 後面是拉賽的 那麼呢 在這樣一個單字的字首 它可能有代表 特定意義的情況之下 它的字尾 字根 同樣也會有特定的意義 Alergy是什麼 就是學問的意思 哈溫 比較高級的Uber 例如說 你看到什麼 V 什麼Alergy Laggy 這些都是有那個 學問學科的意思在裡面 哲學的英文是什麼 Philosophy 有沒有 地理的名詞 那個英文叫什麼 Geography 有沒有 生物學叫什麼 Biology 對吧 所以你看有什麼G的 有什麼Feed的 那個都是比較 學術性的這個用詞 Edeology 是什麼 就是一個學問的名稱 那前面那個Ide是什麼 是Idea Idea 那它的代表是什麼 Idea 這個最理是直接的想法 就是啊 你那個觀點 想法 理念 對不對 這個我相信 大家以前被 被單支的 背得要死要活的時候 都還有一些印象 所以意識形態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研究觀念的學科啦 它是研究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想法 又或是是說 為什麼會有一套的這麼一個 對世界的看法的這麼一個存在 因此意識形態它的另外一個詞彙 就叫做你的世界觀 你的人生觀 所以這是一樣的意思 那只是因為在台灣呢 大家都很喜歡做半套 不一球半解這樣子 然後每天都很喜歡拿莫名其妙東西 來互相當作那個 這個互相攻擊的對象 所以呢 意識形態它原本是一個學術性的單字 就被搞爛成了 好像是互相罵來罵去 說你沒念書啦 你不公正啦 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意識形態 如果地下有之 它真的也會覺得說 真的是乾我屁事 躺著也中槍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這邊特別提出意識形態這四個字 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這種東西 它其實一點都不髒 它也沒有任何的爭議存在 意識形態 它就是一個我們去看待世界的方式 所以在政治學的教科書裡面 像那個黑無德 政治系所的學生聽到這個字 應該都很美爽 為什麼 超厚一本 光買就很貴 但是它裡面就有針對意識形態的 一個來東去莫 稍微簡單的做了介紹 那麼意識形態它應用在我們的世界上 最幾個比較主要的一些發展 因為它大概是從 17 18世紀開始變成一個 一個學科開始被研究的 那舉例來講 大家有沒有聽過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 這些三大三小 那個有的沒的主義 它全部都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那麼什麼叫做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就是說自由主義 它會有一些固定的價值在裡面 例如說尊重個人的存在的權利 然後要去尊重個人有自由發展的權利 那或者是說拒絕政府在沒有正當程序 就去侵犯個人的這個權利的這些理論在裡面 這叫自由主義 那社會主義呢簡單來講就是說 在這個意識 這個世界觀裡面呢 人跟人之間 它並不是完全靠著你自己的才能 去爭取你自己的這個所得啦 那出於一個為了整個社會的共同體更好的這個目標呢 就是可能如果你能力很好 你做的事情比較多 那也就是嫌你要稍微負擔多一點的這個責任 去照顧比較這個弱勢的同胞 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在整個的意識形態這四個字 它的發展脈絡之下 它其實並沒有我們現在 對這四個字所感覺到那麼的不堪 你知道嗎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節目 就是最近比較長 跟大家一直在強調的 我們會去挑一些 讓大家覺得說 原本不是就是這個東西嗎 但實際上它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去來挑戰一下 大家的思考 跟大家互相腦力激盪一下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的節目怎麼樣 就是有意識形態啊 而且我們的意識形態是很明顯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意識形態明顯的人 或者是說你一個意識形態強烈的人 你才會相對的比較有自己的組件 是不是 如果今天 你對於很多事情 舉例來講 像我好了 我先拿我當例子 今天你要吃什麼 滷肉飯啊 青菜啦 要吃什麼 腳扣飯啊 青菜啦 拉便好 青菜啦 這個人叫做什麼 這個人叫做都好 都好就是他沒有自己 特別的意見 你要吃什麼都隨便啊 這個沒有組件 那麼在這個情況 他就比較接近了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呢 中立 我們之前提過一個例子 你喜歡喝蜂蜜檸檬水 你就說喜歡 你不喜歡喝蜂蜜檸檬水 你就說不喜歡 你對蜂蜜檬水沒有感覺呢 既不是喜歡 也不是不喜歡 那就是無感嘛 那個就是中立啊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那麼我們還是必須要強調 就是說 如果您遇到了一些 什麼評論的節目 或者是一些 這個討論的過程之中 有人一邊跟你宣稱 他很中立很客觀 然後一邊又講一堆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 這個呢 就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叫做字打嘴巴 好吧 這個因為 我們並不是在亂好小吧 我們從意識形態 這四個字 開始跟大家介紹到現在 所以回過頭來 就是在台灣的社會中 那有很多這種比較 奇異的這個文化 或者是說一種 習以為常的習慣 我覺得是有需要被這個 挑戰的啦 那這個挑戰的結果呢 其實會對我們的思考 會比較有更好的 這個幫助 因為有洞才不會變肥嘛 對不對 那同樣的 你的腦袋有洞 你才不會未來 可能就是比較 這個沒有辦法 那個善用這個思考的能力 這樣 好 這是一個小小的想法 跟大家報告 這也是我們的節目 之所以 可能就是 有聽眾朋友 如果覺得說 欸 講的都還蠻有特定的 這個觀點的話 那這個是 脈絡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會去 迴避說自己有這個 特定的世界觀 或特定的立場 因為這個就構成了 我們之所以 是我們這個節目的特色 對吧 一個什麼都沒有意見的節目 它就不會有任何的特色存在 那可能就跟 一般的新聞播報 是沒有兩樣的 跟大家報告 那接下來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消息 就是 這兩天 因為這個 準高雄市長韓國瑜的 這個內閣 一直出一堆有的沒的包 對吧 然後呢 搞的就是說 好像變成了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有創下台灣政治史的紀錄了 什麼紀錄 就是 你還沒就職 但是你所公佈出來的人 就是陣亡率真的是 比例是非常非常高 已經陣亡了兩個嘛 對不對 林郭泉啊 朱挺魚啊 現在這個 教育局長 這個吳 無榮峰 會不會也跟進 這是不清楚啦 但是從他整個負面的討論的這個 聲量熱度來看 真的是台灣第一名的 絕對是有這個資格 那另外一方面 欸 去看待一個內閣的組成 那基本上來講 你要去看說他有沒有提供一些 所謂的 新的氣象 或者是說一些新的這種所謂的 一些結構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在高雄市政府的這個部分 我算了一下 至少有 五個到六個 他是直接從事務官升上來的 也就是說 他暫時是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一個 政務官來接這個角色 那麼從事務官升政務官 這不是針對個人 而是說他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因為事務官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是按照上級的指示去做事情 那這個上級的指示 就是政務官他要去發展的方向 來做一個政策的執行 那事務官是負責執行的 這個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裡面都是這樣的一個劃分 所以舉例來講 今天我們拿蔡英文做例子好了 蔡英文2016年上台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要去推動國建國造案對吧 這是他的那個競選的政見 所以呢他為了落實這個政見 他就會去找一個 他認為可以去推行這個政見的國防部長 來去督導這個業務的進行 那國防部長的工作是什麼 他是政務官 那他一方面就是要去配合總統的這個政見 二方面呢去結合他的專業 去指揮下面 例如說那個常任的副部長啊 或者是軍工局軍備局這些相關的單位 去把國建國造案給他推好 那麼光是在這個例子部分 剛好就是可以跟大家報告了 這可以說是蔡英文政府在第一任任期之中 最成功的這個進展 因為他即將就是 不只是簽約了 即將簽約了 而且他的整個進度也都是在預計中 甚至超前 那麼呢 國防產業他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跟外交完全脫不了關係的 特別是在台灣的例子 怎麼講 因為這邊稍微差點題外話了 就是國防產業他是一個高度敏感性的 軍火科技 軍事科技 他是整個國家不管哪個國家 都是最機密最先進的技術 因為你的拳頭比人家大 你才打得贏人嘛對不對 你打得贏人之後呢 你才能夠去鞏固你的勢力範圍嘛 這個古今中外都一樣的道理 所以軍火產業軍事產業 這些東西都是最先進的最機密的 台灣他作為一個 面對中國的第一線 他其實過去的那個跟 捍衛自己的方式 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美國提供軍事的援助嘛 這個援助可能是直接派 這個軍隊過來啊 像第七艦隊之類的 又或者是說定期的去提供你一些軍火 例如說賣你那個飛機啊 賣你這個可能是船啊這些 但是呢 賣跟同意讓你建造 這是兩碼子完全不同的事情 東西直接賣給你 是誰在喊價 是賣的人在喊價 而且呢 你只能夠負責去做一個可能是相關的操作的這些技術的掌握 你不知道怎麼蓋 那個大家都聽過一句話嘛 與其給你魚 不如給你釣竿 讓你知道怎麼釣魚 那直接賣你火武器 那就是給你魚 但同意讓你建 那是給你釣竿啊 你有了釣竿 你的整個軍事技術就會產生飛躍性的提升 所以蔡英文政府他在國防外交的這個成就 這是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可以讓美國點頭把技術移轉給台灣 這個絕對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做得到的 為什麼 如果說台灣的國防他沒有辦法達到美國對於特別是保密的要求的水準的話 美國才不敢把技術移轉給你 為什麼 共諜啊 是不是 之前不是常常傳出來說什麼 那個哪個少將也好 或哪個上校也好 東西包一包就直接跑去中國泄密了 對不對 如果美國直接把最先進的技術移轉給台灣 然後台灣的共諜又把這個技術移轉給中國 哇塞 那是不是就等於說直接是幫中國提升他的軍備實力 到跟美國第一線的水準 Uber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可以獲得美國的信任 開始去見潛艦 潛衰艇 某種程度上就是他在國軍的改革有了營定的成效 而且這個成效是獲得美國認可的 那這個呢 因為平常可能跟大家的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所以比較無感 但在這邊就跟大家做一個強調跟報告 這個的確是一個值得 就是說讓我們就是感到比較放心的 因為大家都不想要那個被中國統治嘛 我相信應該是這樣子啦 對不對 所以人家如果要打過來呢 我們就要有營定的實力 來去跟人家做對抗啊 那麼在台灣的這個防衛圈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 第一個是空軍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海軍嘛 那海軍的部分 台灣海峽 你的潛艦這個性能物是比較好的 那他不管他要派多少人來 你就魚雷砰砰砰砰 他就GG了是吧 200多公里 他不是單純喔 什麼空投就可以投進來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國防實力的這個提升 這個就是蔡英文政府在這個任期之中 所達成的最重要的任期啦 可惜的是 他不像 那個所謂的這個 一般的拼經濟比較有感 可是實際上來講 你能夠去獲得人家技術的同意的移轉 然後來自己蓋這個潛艦的話 那背後都超多錢的 舉例嘛 像什麼F35那個轟炸機喔 那個什麼大黃蜂之類的 一價多少錢一億美金耶 哇對不對 錢進也不遑多讓啊 那節目時間的關係 這邊還是來進個廣告休息一下 世俗多變 人生無償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俗約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費用文 我們如果要睡之前 費用讓自己的完成債助 周深 我們的心態會更平靜 免費給你結婚 放棄三三五 數理三三 最近跟老闆的關係處得不太好 唉 老闆丟難你嗎 長輩失能臥床需要照顧 我跟家人現在輪流 價都快要用完了 再這樣下去 我就得流子停薪了 這樣啊 唉 前幾天我看到1966 長照服務專線的廣告說 如果需要長期照顧 只要播1966 政府就會派照管專員 來評估家人的失能程度 核定長照服務額度 再由各管事到家裡來 跟我們討論照顧計劃 像是居家照顧 專業照護 購買輪椅輔具 無障礙設施改善和交通接送 喘息服務等 有多項服務可以申請 幫我們一起照顧長輩 太好了 我趕快回去找家人商量 1966幫助有長照需要的家庭 若有長照需要 請於上班時間來電 前五分鐘免費哦 以上廣告由衛生福利部提供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歡迎回到紫瑜生活二三四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陳子瑜 那剛剛其實一開始是要聊韓國瑜的內閣啦 聊一聊變成了那個我們的國防產業 這個跳動跳的有點大 我們把話題拉回來 那前幾天的節目呢 我們就是有跟大家稍微報告過了嘛 就是說你用人他其實就反映出你這個 作為最高領導人 你的那個人脈圈 有多廣 那你這個用人的這個眼光 到底到什麼程度 所以當你找的人一個一個 被爆出來都有問題之後 就只能用四個字解釋啊 是人不明嘛對不對 因為你要負最高責任吧 那另外一方面 有大概五到六個局處 那個在整個的高雄市政府的結構裡面 至少有四分之一了吧 你看有四分之一的 你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政務官來接 所以被迫要先從常務的那個 所謂的事務官來接這個局長的位置 這也代表就是說在政務的推動上面 他是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最基本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說他會先按照過去的政策去執行 因為你新的人還沒來 你就也不太清楚說 到底新的政策是什麼樣 而且這個常任的 或者是說事務官的系統 那通常一個特色就是做事情會比較穩 這個穩的就是可以穩定現行的 這個制度這個狀況啦 所以呢這個某種程度上就凸顯出 在這個新內閣 韓國瑜的內閣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會凸顯這個就是說在運作方面 並不是那麼的令人有一個新氣象的這個期待 說到這個就一個很妙的現象了 大家是不是還記得一開始呼聲最高的副市長人選 叫楊秋昕 後來呢可憐到居然連那個一個位置都沒有 楊秋昕啊他不是沒有能力的喔 各位聽眾朋友 那我相信比較年紀可能比我大一點的 應該都有聽過楊秋昕 因為他當年就是這個也是趕外出生嘛 他也參加過這個橋頭事件跟美麗桃事件啊 然後呢他就是後來去選高雄縣的縣長 在縣長的任內他創下了很多的第一的紀錄啦 包括這個讓高雄縣成為是全國最多 就是你的農家的這個農戶喔 年收入超過一百萬的這個紀錄啦 那他也連續好像就是六年還多少吧 就是獲得內政部的一個這個施政機優良的評比 那他當年是號稱五星級的南方小巨人 所以不管他的政治立場後來是怎麼樣改變 至少他在擔任高雄縣長的期間 他是有政機的這個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那麼呢這樣的一個政機 為什麼在韓國瑜的內閣裡面 竟然連一個位置都沒有 最適合他的真的就是這個副市長的 結果副市長不但沒有他的位置 後來還要把他這個可能去那個 放到什麼高捷啊或者是高雄銀行這邊 這個相對來講就已經不是他的一個 比較能夠發揮的位置了嘛 因為他有一個中覽全局的這個施政能力 那你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 其實你的縣區你要怎麼樣的發展 其實讓這個有縣的縣長職位 這個經驗的五星級的這個政治人物來處理 我相信不管出於哪個黨派的立場 只要是為高雄好的 這個都是樂觀其成 所以好玩的地方就來了 為什麼楊秋新他沒有辦法進到核心圈裡面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這個有一個歷史的事情 他繼續延燒到現在了 這個事情就叫做馬王政爭 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 大家不要忘了 楊秋新他是在2010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初選民調輸給了陳菊 所以最後決定脫黨參選 那後來就加入到了這個國民黨的陣營裡面去 那當時候的中央政府是馬英九 2008到2016嘛 那麼呢 馬英九就非常的就是也很 這個看重 楊秋新他一方面有這個實際的能力 二方面呢 他又是一個非常好的什麼樣板人物嘛 你看 從那個敵軍的角度來看 哇 這個起義來歸啊 跟當年反共意思是一樣的道理好不好 所以 這個 雖然說縣市合併之後 沒有了高雄縣長 但還是給他 我記得至少有政務委員 那麼以及 還有這個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一個 這個執行長還是什麼之類的吧 反正就是位階也蠻高的啦 讓他有個身份可以繼續在高雄生根跑把走 也就代表說 楊秋新他至少從2010 2014到2018 他都是在高雄生根 然後他也在高雄一直去這個 勤跑嘛 去經營 那也因此在這一次的高雄市長選舉中 我相信他一直站在韓國瑜的身邊 絕對不是當個人形立牌 白好看的 而是他是真的有出力嘛 所以他才能夠一直就是跟在韓國瑜的身邊有曝光 一直到這個打贏的選戰 結果呢 哇現在都沒了 那你唯一能夠解釋的就是說 因為啊 還有另外一個幫韓國瑜的人 美宋讓楊秋新入市府內閣啦 誰 就是王金平嘛 對不對 楊秋新他是馬英九系統的人 他那個時候的位置呢 就是在這個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他其實跟部長是同職位的哦 那麼呢 王金平呢 他就同樣也是在縣區 縣區經營 然後呢 有地方派系的背景 那麼呢 他就是以一個立法委員的身份 當時還是立法院長 等於說是同樣在高雄 但是是不同系統的國民黨的這個政治的人物的這個角色啦 那因此呢 隨著馬王政爭的爆發 哦拜託 不要看他們兩個現在檯面上還可以就是雲淡風輕 什麼行道水窮樹 坐看雲起時 只差沒有唱紅豆了好不好 他們當時候根本砍的是刀刀劍骨啊拜託 那我還記得 因為他們的恩怨 可能說他很早之前的啦 就是馬英九跟王金平 我記得在很早之前 他們就要同場的去進足這個黨主席的位置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在在國外跟團 年紀還沒有比較小 那有一次呢 就是某一天 上車大家集合好了 那導致就說 欸那個最新消息 這個馬英九贏了這個黨主席的位置 哦 因為在國外難得聽到這個消息 所以有印象 那個時候還沒有智慧型手機 於是呢 哇這兩指就一直結結結結結到現在了嘛 那你在這個整個的2016 馬英九整個大敗了之後 那他的勢力就開始消沉下去了 那麼呢 在2018年的時候呢 欸 深耕地方的王金平 他的人脈跟系統都一直在啊 而且這一次不要忘了 韓國瑜最後會贏的那個最終的階段 是不是有一個所謂的那個決戰三三 就齊山 鳳山跟鋼山 這些都在哪裡啊 都在高雄縣啊 哦 那他當時的整個主力的戰將是誰呢 就是高雄市農會的這個理事長蕭翰俊嘛 蕭翰俊就是王金平的這個核心大將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等於說你韓國瑜他賣一張臉出個招牌 可是他屍體下他背後就是有很多不同系統的 國民黨的人都在開始去哦 來做這個所謂的卡位的這個動作啦 例如說大家還記得沒錯 呃 沒有記 記得這個記憶力還在的話啦 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他在市區的競選活動 就是交給這個許崑遠嘛 這個議員去幫他來hold 然後在線區呢 欸 就開始有這個蕭翰俊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楊秋興啦 所以現在開始哦 選贏了 那開始來做這個人事職位的調動的時候 欸恩怨就衝上來了嘛 所以為什麼楊秋興從一開始呼聲最高 到最後幾乎什麼都沒有 欸那就是因為他帶賽啦 什麼帶賽 就是說他這個是因為是馬英九的人 所以呢 在這個目前國民黨高雄市的那個權力分配的情況之下 王金平這一派的聲勢是比較高漲的 話水的激動啦 權力比較大啦 所以楊秋興不好意思 你這個馬英九的人拜拜 哦 所以今天不是有一個消息嗎 就是還出示了那個什麼截圖有沒有 就是楊秋興那個回這個吳敦義的那個那個簡訊 你看他回的人是誰 吳敦義 馬無良嘛對不對 這個脈絡就起來了 所以說楊秋興他的吳源這個副市長的位置 他就是國民黨 以前的這個所謂的地方派系跟中央 馬無這個系統 賣送的所導致的結果 那這樣的情況會出現出什麼情形呢 就是說高雄市長不是韓國瑜嘛 是不是 理論上來講高雄市長要有人事權啊 對不對 結果哇 他擺不平嘛對不對 像這個楊秋興 馬英九的人 這個王金平 這個王金平這邊系列的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去讓這個最適合當副市長的楊秋興 進到副市長的辦公室裡面去 這就代表說 王金平是可以去影響 那個韓國瑜他的用人的布局跟結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韓國瑜他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權力 這個就是非常令人值得好奇的部分 是吧 所以也才難怪有沒有 當他的那個人是一個一個公佈出來之後 是不是 不管是哪一個立場的媒體 綠的也好 藍的也好 都開始去討論說 你這樣用的人是不是有一個跟所謂的 馬英九啊 朱立倫啊 吳敦義啊 他們為了2020的布局相關的人事的安排 對吧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樣的一個新聞 跟這樣的評論嘛 這個評論所凸顯出的就是說 韓國瑜他作為一個市長的當選人 但是他沒有一個真正可以去決定人事的權利 所以他這個東西呢 就只好任由其他權力 其他的派系 互相打來打去 砍來砍去 喬好一個結果之後 再叫他吞下去啊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在這樣的脈絡發展之下 未來韓國瑜他到底有多少的意志 可以去灌輸在整個的市政運作上 這就是非常令人值得好奇的部分了 好 舉例來講 那麼這個 他的幾個比較知名的政見 我懶得吐槽了啦 什麼迪士尼 一講 連那個原本有的迪士尼招牌都被拆了 是吧 他最新丟出來是什麼 掏蓋賽馬場 哦好 這是你提的 對不對 雖然說你的新聞局長 真的是我覺得 接他新聞局長位置 真的是那個賽到賽缺到一個程度 為什麼 他沒講一次幹話 新聞局長就要出來插一次屁股 有沒有 那這個賽馬場說什麼 只是發想 我還等著看啊 我們可以拿出那個政治記號來做標記 他未來四年要多講幾次這個 我們只是發想這幾句話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 那個來期待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韓國瑜丟了一些想法跟idea 要嘛就是天馬行空道 他沒有辦法去處理的 例如說賽馬場 拜託 你的土地要整治完 中游講話了嘛 要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就是二零二五 而且呢 現在 拍謝 台灣是禁止賭博的 所以賽馬這種博弈的東西不可以存在 再來呢 也有那些動物保護團體跳出來說 欸沒有 不好意思 賽馬對動物的那個身體的損傷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呢也反對更重要的另外一個案外案出來的 韓國瑜他在發這個提出說他要搞賽馬場的這個構想的時候 他有說一句話哦 說什麼 哦那個香港那個什麼賽馬會的這個什麼什麼 那個會長啊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有這個經驗 哦就可以去 呃去邀請他來幫我們去做規劃巴巴巴的 立刻被啟敵 啟敵什麼 啊因為畢竟香港嘛 就是至少也是說中文的 用漢字的 所以呢他的一些 香港賽馬會相關的資訊 網路上都公開 馬上就有網友過去查了 香港賽馬會 不好意思 從來就沒有這個叫做會長的職位啊 欸 所以說 哦 香港賽馬會的會長是台灣人 已經有一個 部分不成立了 沒有會長 再來 香港賽馬會 你可以說他職位記錯了沒關係 那接下來呢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台灣人 網友就去查 哦 賽馬 那個香港的賽馬會 他是有一個 那個 類似說這個主席團 這個概念 的這個存在嘛 所以他的主席是香港人 哦 啊他裡面的成員也都是香港人 然後呢 唯一有個外國人 是所謂的這個 類似說CEO的職位啦 負責去執行的這個總監 他是誰 他是德國人 所以 整個的香港賽馬會的權力結構裡面 哦 都沒有台灣人的存在啊 那這就好玩了 那你韓國瑜說香港賽馬會會長是台灣人的這個命題 就只有兩種可能性存在了嘛 你看 我們不只是在做政治評論 我們還在做這個邏輯的分析 有沒有 第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你韓國瑜又在豪小了嘛 對吧 就不然的話你怎麼會說出那麼一個 與事實不符合的言論呢 對吧 沒有會長啊 裡面也沒有台灣人啊 所以你的香港是哪個香港 是美國的香港 還是那個火星的香港 還是另外一個世界的香港 就沒人知道 第二個 有人給他這個錯誤的訊息 然後他就信以為真的拿來講 誒 這是不是比較有可能存在 啊 我跟你講啦 那個那個誰誰誰 我很熟 哦 我跟大家報告 以前我在民進黨上班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要去跟民間的很多人事接觸 那真的遇到有一些比較不OK的 他就會跟你就是想要用那種套關係啊 說我跟誰誰誰都很熟 這個經驗不管各黨各派各行各業都有 可是重點是說我們不能被騙啊 對不對 難道他說他跟那個川普很熟 你就真的認為他跟川普很熟嗎 不是嘛 可是韓國瑜卻相信了這個陳述 說真的有這個香港賽馬會的會長是台灣人 而且可以幫忙牽線 誒 如果他只是一個阿伯的話就算了 你阿伯就把阿伯的積蓄被騙光 可是你是市長誒 預算誒 一千多億的預算誒 這個是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未來呀 真的 大家自求多福吧 好不好 高雄市民們加油 那今天的節目在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週再會